有一个字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 金字边加一个高速的高 这什么字啊 读什么呀 就读高 这是个汉语通用的二级用字 表示一种金属元素 这种金属元素灰色 灰里边还带点银色 非常硬 熔点很高 耐复实 这个东西可以做合金 比方说有一种笔啊 咱们写的那个闪光的笔 就靠这边做原料 在真空当中呢 做除气季 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告诉你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先生 在圣彼得堡 举行了一个海军节的活动上 发表演讲说 俄罗斯的用这种告啊 叫告石超音速导弹 马上就要装备俄罗斯作战部队 也就是说部队要列装 告石超高音速导弹 超高音速导弹 这个东西啊 一说告石超音速导弹 大家都知道是俄罗斯的 但是俄罗斯现在要把这个东西装备 不对了 而且呢 对面的泽列斯基大元帅 所领导的乌克兰的军队 不是说传了一百万吗 在哪儿不知道 反正是泽列斯基吹牛说一百万军队 好啊 告石超高音速导弹伺候啊 你在哪儿 我过去 这个告石超高音速导弹 我印象上一次发表的新闻的时间 是 是这个七八个月之前吗 今年年底 但是那是发明了 已实验成功了 还没有列装啊 现在普京说马上列装 这个东西在巴伦之海水域元帅号护卫舰就发射这个东西 效果非常之好 打多少元 反正那次发射打了1000公里 白海水域目标 监测结果数据显示 这玩意确实很厉害 完全符合规定的参数 这个东西是个海基导弹 海基超高音速导弹 可以从护卫舰上发 或者从巡洋舰上发 也可以在水下潜艇里边通起来 超高音速导弹 占斗部400公斤 但是呢 它能够摧毁各类水面监制地面目标 最重要的这个玩意厉害啊 速度极快啊 拉升速度很快 落地钻地速度更快 这东西厉害到到目前为止 美国欧洲全世界任何所谓反导系统 你没法对付它 你拦截 拦截成功率零 俄罗斯和乌克兰 现在的乌冬地区还在打着呀 顿巴斯那时候没打完 还有这个哈尔克夫那边接着打 哈尔松那边接着打 顿尼斯克卢干斯克一片硝烟弥漫 这个时候 乌克兰不是得到了美国人送的自行式火炮吗 说那玩意很厉害 那玩意能打到90公里 打90公里哪算什么呀 中国的同类武器是 距离是美国的八倍到九倍 乃至更远 自行是这个火箭炮 中国的比美国的厉害很多 俄罗斯现在有了自己的高时 超高音速导弹 但是那也是 不是说哪个你一架有个新武器就上了 你有个武器就赢了 战争的决定的因素 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关于这件事情 我给大家跟你讲一讲 这两天我看有一个这个乌吹 美吹和乌吹结合 乌克兰有了这么一个美国人送的武器 那牛大夫的 牛什么牛 哪有什么牛的 干什么干 再见